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V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官方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后 解放军召集高级将领到北京 向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效忠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表示 要深刻领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通报徐才厚案件的警示意义 认真反思周永康徐才厚案件的深刻教训 有评论认为徐才厚 古俊山等人 在军内经营多年 掌控全军中高级军官的政治前途和职务升迁 目前已经有数十名军官接受审查 案件引发的震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号称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变成贪腐黑窝 谁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习近平军中反腐 在军中树立绝对权威 是否依然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继续邀请 中国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 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首先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现在的反腐 已经进入了三个深水区 一个就是军队 另外就是国企 还有一个是海外 请您谈对这个说法的看法 当然了 这个国企这个不消说 肯定是腐败最严重的一个领域 那么至于海外 那是因为有大量的贪官 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海外 所以这个也是要追索的 而且现在据报道 这个中央的巡视组 也要巡视像全国人大 这个政协 还有这个宣传部 这样的这些党务机构 和这个党案 和这个人大政协 这样的这个立法 和这个高级的所谓咨询机构 或者是叫统一战线组织 所以现在这个领域是非常大 但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领域 还是军队 那么这个在军队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靠这条成功的 但是现在中国 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 和最大的腐败 其实都集中了军队 当然军方人士对此呢 他们不肯承认这一点 所以不久前我们看在一次这个论坛上 这个社会主义学院的王正阳教授 和几位这个将军就爆发了辩论 那么究竟是这个颜色革命 这个存在不存在颜色革命 最大的危险 那么王正阳认为 就是像徐才厚这样的拿枪的人 这个这些人 这些腐败的肚虫 这些所谓的这个国贼 他们才是这个最危险的 但是军方人士呢 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 实际上我觉得 我刚才也讲过 我说可能最高领导人 最不放心的 应该也是在这一块 最大的心病也是在这一块 因为这个军队的腐败 直接就是影响到 这个政权的稳定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您刚才所提的 这几个领域里面 应该说最重点的 恐怕还是军队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那么何平先生 我想问问您 刚才张先生谈到的 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 最严重的 还是在军队中 因为这个共产党 是依靠枪杆子出政权 同时也做江山的 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那么是不是军队的 这个腐败问题 最终会影响到 共产党的领导 那么甚至呢 更严重的这个问题 可能出现 中国军队这个 是一个以党之私 它完全是一个党卫军 那么它如果 它不成为一个国防军 那么它就基本上 没办法说 自己是个政治文明的 一个国家 因为军队的国家化 是一种常识 军队的国家化 是衡量一个国家 是野蛮国家 和文明国家的 一个基本标志 是一个民主国家 和专制国家的 一个基本标志 那么现在的军队的腐败 不仅是今天的腐败 80年的腐败 70年的腐败 60年的腐败 50年的腐败 40年的腐败 从一台一开始 就是腐败的 因为它是不受任何监督 而且呢 因为它军队本身的 这个性质 给人家 大家一个威慎的感觉 你不能挑战它 你不能威胁它 所以所有的这个媒体上 所有的文艺作品上面 尊人都给人感觉 好像尊人有一种 特殊的腐败 他们是固得硬的 他们是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 尊人体内部高薪 倒角 三头淋漓 然后腐败 然后这个 这个 政治上非常的肮脏 那是远远远远 也超过地方 好 好 何平先生的这个 对 如果不能把军队 让他放在一个 可以 如果不能把军队 走向这个国家化 那么他任何的 这种监督 任何性的反腐败 实际上是达不到 这个最正目的的 反而增加了 他的这个威胁性 这种威胁性 并不是说 军队有能力 来产生政变 因为中国现在的 这个军队体系 他是一个将军 没有能力指挥 士兵的这么一个体系 军队也没有 真正的这个 作战的这个能力 的这么一个军队 他只有腐败的 这个能力 只有搞民堂的能力 只有拉帮 结盼的这个能力 他要拉起一个军 拉起一个师 拉起一个团 来进行政兵 甚至拉起一个连 这可能性到 非常之低 但是会不会产生 某一种枪击事件 会不会出现 某一种意外的 一种事情 即使在过去 包括文化大革命 我们都已经发现了 一些这样的案例 就是军机干部 实机干部 发生过某一种 这个枪杀案件 那么在过去几年中间 在北京 也发生了一个 一个营界 还是一个连接干部的 一个枪杀事件 实际上这样的事件 在军队里面发生 还是蛮多的 那这种会不会 影响到某一些 这个准军事政变 或者是造成一种 对政治改革的改变 由于暗杀 这个还要有得观察 因为这个是太意味了 但是一般来讲 军队没有能力产生 这个大型的兵变 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好 谢谢何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 张立凡先生 那么刚才 何平先生谈到 就是说中国军队 共产党的这些军队的腐败 从40年代开始 那么一直到今天 但是当然今天达到这个 登峰造极的程度呢 您认为究竟谁应该负责任 比方说胡锦涛 还是这个江泽民 这个你要追溯起来 我还得说这个伟大领袖 毛主席 从他那个时候 可能就开始了 所以那个时候 不是在延安 毛泽东可以有特权 一天一只鸡吗 这个而且陈云同志 还做了解释 说不是毛主席 自己要一天一只鸡 而是这个党需要他这样 所以他每天可以有一只鸡 当然一只鸡在延安时代 那已经是一种 这个非常奢侈的 这种享受了 当然此后我们知道 毛他拥有的 即使在老百姓最困难的 这个所谓大饥荒 大饥荒的年代 说是他不吃红烧肉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菜谱 他的西餐菜谱 以及他吃鱼吃虾 吃其他的吃牛肉 但是他不吃红烧肉了 这个并不能说明 他就不奢侈了 不腐败了 而就在同时 我们也看到 他在全国有几十处的 豪华别墅 这些东西 当然你说毛泽东连结 说他那个衣服打补丁 说他的鞋要别人穿过 他才穿 甚至于说 像他根本就不摸钞票 其实这个国家都是他的 他还需要摸钞票吗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正的特权和腐败 是从毛时代就开始了的 只不过毛时代 他的腐败的圈子比较小 他的腐败 由于国力还不够强大 不够国库 不够充盈 所以呢 那个腐败的规模 可能不如现在 但是在当时来讲 是已经达到了国力的极限了 所以那么这一套 历经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执政党有钱了 国库有钱了 那么养得起军队了 这个军费的开销 可以这个大大的增加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军队的腐败 它作为一个封闭的 这么一个武装的封闭的系统 它确实在腐败方面 是得天独厚 所以它才能够出现 像徐三后这样的 或者古军山这样的腐败 所以这一点上来看 我想这个追溯的话 可能历任的领导人 都有相当的责任 近期来看 当然我们可以说 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腐败 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 而胡锦涛实际上 他也无力约束这一点 所以才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 谢谢 是 何平先生 刚才我们在讨论一开始的时候 就介绍过了 那么中共中央一宣布 周永康和徐才厚的案件以后 中共的这个高级将领们 纷纷这个到北京参加会议 然后还在有关的刊物上 来对习近平表忠心 有统计人士认为呢 这个这是今年 中共的高级将领 第六次向习近平来集体表忠 那么平平的表忠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军内是不是已经完全 树立起了他的权威和他的领袖 我不认为现在这个尊队还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代理人 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袖 所以他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支持习近平 以排习近平的马屁 以给习近平的一种支持 那么来保抵他们的这个乌纱帽 那么但是因为所有人都支持这个习近平 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很多都是假的 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假的 那么所谓的四人帮政兵之前 那这些人都是这个斗尼毛泽东的 对不对 回过头来这些人一旦这个江青 张春桥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们又支持这个粉色四人帮 所以在专制体系里面 这一种尊队的将领表态 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 他并不具有真正上的这个法理性 何况现在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掌握权力 在于遇到了一些质疑 但是整理来讲 他的权力的态势是具有这个 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很难被颠覆的 所以在这段情况之下 将领表示真心是一种正常的 或者是一种常态 也没什么意义 我不认为中国的将领有真正的实力 他们只有腐败的能力 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尊队的能力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北京军事司里面 他能够指挥上一个北京军事吗 那不可能的 整个中国的这个尊队体系 是一个完全掌控在一等独裁之下的 这么一个体系 加上他的这个互相之间的签制 又有政委了 又有这个这个参谋长了 又有党委了 又有这个这个政治部主任了 所以都是互相牵制 军队里面已经牵制到三头的腐败 互相牵制到一个根本不能作战的一种地步 更谈不上他们能够动用一个军队 来产生某一种兵变 所以中国未来民主化 一种比较有力的条件 也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军队没办法引兵自重 所以实际上对习近平来讲 不是军队对他有一个军队势力的挑战 而是他要利用军队的这种将领的表态 给人感觉他掌握了兵权 才能去威慎他的那些 试图挑战他的一些极道政治势力 所以中国的军队是拉来威慎党类的极道派系的 而并不是真正军队的 中国的军队有真正有什么兵兵的能力 这个是我一直要强调的一点 好 谢谢何先生 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 宁夏的高先生 您好 您好宇宙 您好宝生 两位嘉宾的发言我都听了 第一啊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过去到现在 我看从延安时期到现在 都一直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 毛泽东在全国大西荒的时候 还吃红烧肉 或者说是一天吃一只鸡 是革命的需要 说这个毛泽东从来没冒过抄 因为他这个 怎么国家主席没必要冒抄的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现在网上说是习近平 喜欢吃包子 做这个清明秀 这些都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包括谁来监督中纪委拉 谁来监督国家主义 这些话说的都让他们感觉 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中国不能追求理想社会 理想社会从在你的头脑中 它不从在于现实生活中 那你想高先生 您觉得应该怎么 有怎么样的这个常态 做怎么样的追求呢 就是中国社会 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争对的腐败 一下就追溯到它革命时期 是吧 革命时期的领导和普通的干部 十分五色还是怎么 那连黑小的差距 我想还不用忽略 那就是 共产党打天下也都是错误的嘛 其实不要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种 它还是有的存在的 其实民国是怎么样的 只要问史学家 要读读这个美国人写的小说 写的这个赛珍珠写的 哪地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冲队国家化呀 刚才张立凡先生和那谁 和平都提到了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全世界有冲队干政的事情太多了 包括埃及的 好 明白 是不是他 明白您的意思 社会动荡造成老百姓 已经非常厌烦的缘故 这为什么会 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 把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标志 这真的是有点奇怪 谢谢 就是你谢谢您看高先生 就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军队干政 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应该干政 是这个道理吧 好 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 这个就是说 刚才这位 这个宁夏这位高先生 他这个 我总觉得他有点在这儿 这个对咱们这个节目 有一个挑剔的感觉 为什么呢 这个你要是如果 抱着这种态度来参加这个节目 你不如上中央电视台说去 对不对 中央电视台呢 这个美国人给你 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 我认为你应该有一种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你要在这儿挑的话 你干脆你就别听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军队国家化 他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 这个不要什么太理想化 那么太理想化 什么叫太理想化呢 我认为就是说 共产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不对 不接受监督 我们言论自由 这也理想不理想 对不对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 这种标志吗 这不是这个作为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正常状态 好 谢谢 你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你怎么会谈到什么理想化呢 好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 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 请您做一个回应 那么我也想问您 就是说 关于在军队反腐呢 究竟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或者说后头还有好戏呢 还是说反腐反到这个时候 军中反腐应该是适可而止 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他现在想选择哪一条路 我想他彻底的反腐 那你可能连一个连长营长都可能有腐败 甚至一个排长都可能有腐败 你不可能就是这个水质清泽无鱼 肯定不可能反到这种程度 他现在要反的 这个也就是以保住这个中共的执政权力 同时保住他自己作为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这个执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这两点回线 那么当然他需要清除一些这个腐败的 或者是不被信任的将领 所以我们看这个 自从反腐以来 可能已经扫倒了几十位这个将军了吧 二三十位是有了 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抗日战争 好像也就是这个牺牲了一位左权将军 是有军衔的 所以由此看来 这次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党指挥的军队 他们可能不是被日本人打垮了 而是被腐败 至少是损兵折将甚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 肯定这个对军队的整顿 是非常 作为稳固政权来讲 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说实在的 这样的军队也是没有办法打仗的 那么当然我知道 这个我们的领导人 他可能有非常大的报复 他甚至要变成一个世界级的领导人 要在世界历史上这个轻视流明 他可能有这样的报复 但是呢 如果这个军队不好使 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 他就做不了了 就此一点而言 我想他还会继续的打下去 直到他打得相对的满意而止 但是这种相对的满意 也只是我说的那两条 就是保住执政党的权利 和保住他自己的权利 以此为限 至于刚才那个 那个听众提出的这个批评啊 批评我当然都是欢迎的 但是呢 我是不是理想主义 我想这个 共产党都是讲理想的 那我有什么不可以讲理想 而且军队国家化是共产党的历史主张 我为什么不可以讲军队国家化 而现在实际上 中共最纠结的问题就是 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 他就永远在党指挥枪 或者枪指挥党 在这八个字中间 这个转唤圈 他永远走不出这个拐圈 只有实现了军队国家化 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 这种轮回 谢谢 好的 谢谢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 张立凡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 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和Twitter账号的网址 分别是Facebook.com 斜线VOAIO和Twitter.com 斜线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关注美国虐秋问题 和美国脸书老板的学习情节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申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